谢谢 其实我今天早晨 啥 大木杂了 有问题 还有可能想祝福你 对哦 怎么Face 没有我今天 其实今天早晨一大早 还说到很多成员 就是微信 就是发祝我生日快乐 然后也在这里谢谢 不是 就是生日快乐 然后那个生日公演都顺利完成 然后也在这里 谢谢这几位朋友 谢谢 那我们要不先念个信 然后等他 没事你们给我 我在台上直接念 也可 比我还松弛的音源 这样呗 先 没有没有 来吧 先听我说呗 我说完说不定他就出来了 哦 好好好 来 我们这是一个那个拼单的信 拼单 就是我 我还有一个 但是我是义丰哦 哦 好好好 淼淼生日快乐哦 感觉一年一年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不知不觉就比我想象的还要久了很多 和你相处一直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我很喜欢你 我很喜欢你对人处事的热情和稳妥 让人觉得和你相处很轻松也很安心 有时候都会好奇你那么小小的脑袋 怎么能装下这么多人和事 感觉你总是能关注到别人的情绪 并且也能够照顾到 每次我都会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但是又会很惊讶和开心 对我这种不太善于照顾别人的人来说 你简直就像是天使挥着翅膀 飞来我身边的感觉 这可以吗 而且也很喜欢每次和你出去吃饭 或者出去玩 虽然我真的不是很爱出去 有时候半路遇到你喊我吃饭 我都会因为饭懒而说 你们去吧 哇 陈雨姿真假的 真的呀 然后总之就是很喜欢和你相处 以后也希望可以一直这么下去哦 当然 必须的 然后同样的在一封信里 我现在是刘曾燕 下一个拼单 拼单选手 我现在是刘曾燕 好 尤妙 今天是你的生日公演 我总觉得 怎么还换个语去呢 她要那个 她要感 她的那个低一点比我声音 好好好 我总觉得好像我还是在穿针织衫的时候 你就在策划你的生日公演 纠集这一人 懂你 很欣赏你 准备得如此充分 想必一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生日公演吧 我相信你肯定是很享受舞台的 还记得你刚进来的时候 好像就在前不久 可是没想到时间这么快 如今你也是大前辈了 虽然我们期数差的很多 但总感觉我们已经在一起 并肩作战的日子很久很久了 很多时候会很羡慕你 其实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 唱歌和跳舞都是 但你又如此努力 所以成长速度非常的快 未来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团 当然我不能见证你每一场的生日公演 和每一次的进步啦 但我相信又有天赋又努力的人 一定是越来越好 并且越来越被人关注的 并且不管在何处都是会发光的 难得可贵的是懂得沉下心来 在这个浮躁的环境下 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 每次看到你好像总有一种时间 还没流失回到以前的感觉 今天刚好是丹塔的生日 我也会永远记得 那个时候你对我的照顾 如今我遇到的留峰 也是你牵的线 哈哈哈哈 所以你永远会是我最宠的小孩之一 有太多话也不知道 失忆 本来挺伤感的 有太多话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总之祝福你今年也会有一个好成绩 明年继续进步 后年依然进步 每一年都在进步 加油 我们一起向前走吧 嘿嘿 谢谢 谢谢 然后我也代表我自己和刘金燕爸爸 好 谢谢 谢谢 因为我知道一支 我跟陈一支真的 我说到 哎呀不要说太深情的话 求你了 害怕这种环节 没有 我俩只差一期 他12期我13期 然后其实算了时间线 其实我俩是一起来的队里面 然后一直都是这样互相陪伴着对方的 然后就觉得很感慨 然后也很感谢宇姿一直在 各个方面都很照顾我 然后也一直陪着我 他哪有是你照顾我 别谦虚了 宇姿前辈 对 然后也希望宇姿今年可以 好 进圈 好 好 加油 然后郭 大家都有刷到过一个抖音 小五发的我们俩在 在舞蹈房里干架 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他那天跟我说 他说我晚上要去赶阿兴的生日公演 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你这个读姓环节了 我说 然后呢 就说我其实很想给你写信的 但是担心给你写信的人太多了 我就算了 然后我就 不行 我说去年就说好要给我写信 今年不行 一定要给我写 然后他就在那 就打起来了 所以就促成了 对 所以郭又要赶飞机 所以就让雨子带毒了 对 然后也很谢谢 很谢谢我的大前辈 刘孙燕前辈 哇 其实一直以来 因为我们三个人真的 嗯 因为他熟了 所以不爱叫 就是郭叫前辈了 就是他也习惯了 就是大家都习惯了 就是因为他熟了 然后也很感谢他 他一直陪着我 然后就是 郭其实跟大家看到的也很反差 他在台上是那样子的 但其实在台下就是个小女孩 然后我们在台下也是这样 哒哒哒哒哒的 然后我们几个也会经常 带着猫猫会晤 嗯 对 然后就很开心 谢谢郭 然后也希望你今年可以如愿以偿 谢谢 下一位吧 怎么四目相对的 谁呀 哎呀 来了来了 看吧 公与敬礼 愿所有愤怒 不饶出心 望所人皆所得 所盼皆可欺 小友总 生日公演 一切顺利 我们爱你 谢谢 波波 波波 啊还有 哎呀 你在害怕什么 在单身公顺利哦 希望你每次的全力以赴 都能得偿所愿 新的遗岁继续开心做自己 祝你福吕齐长 光明胜昌 好 耶 耶 结婚 跟我手符结婚啊 知道了 怎么了 他为什么不念啊 是有心事吗 哈哈 好 谢谢你们 波波 波波 简化 还有 你们又要整活 我是你招来 结婚 结婚 你猜我们今天要给你唱什么 今天唱什么 不会唱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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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唱痣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什么那个 什么那个 急死我了 什么 我还喜欢你 在这晚的夜里 我的思念里里 而你会在哪里 我还喜欢你 情绪更改为你 还在等你的消息 你却一直没回应 就算全航的路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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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沉溺了影子就能先行 一场考验我 你都是你 总有一天 我会有一天见 爱的声音 我会喜欢你 你是我的唯一 一场乐器 很清楚的想你 我很喜欢你 在空间间地 等下你的乐器 那是我们的曲 好长的节奏 刚有一个人破音了 我听见了 谁 好大声 你好大声 我还喜欢你 在这晚的晚上的夜里 我的思念里里 而你会在哪里 我还喜欢你 情绪备合在夜里 还在等你的消息 你却一直没回应 把所有的天气都终于 把所有的天气都终于 给青春留下你好的回忆 你的女龄 能够出现在的夜里 偶尽 你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听见 爱的声音 我是你 你是我的唯一 你居住在我心里 很清楚的想你 我还是爱你 然后就在这里 等下一个小型 那是我们的虚拟 哇 谢谢 谢谢 你粉丝好浪漫 下一步可以上来跳公演了 是吧是吧 是吧是吧 之后都被我抓来上台跳公演啊 明天就跟公司申请粉丝公演 下班喽 抢票了抢票了 先预定一个位置做 该你出钱喽 啥什么东西该我什么 他们如果公演的话就该我们 那 好 下个话题来 但是能看他们跳一场也是蛮有意思的 我愿意花这个钱 愿意花这个钱 好 好 时间过得好快 然后又陪你过了一年的生日 好像总是会在这样的时候 才会 才会回忆起一些点滴 我想了很久就是 我们是在什么契机下 变得熟悉起来 但好像也一直没有想到 也好像一直感觉没有那个节点 只是在回忆中好像 互相陪伴着度过了很多 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 就是那个 在大家眼里看起来很勇敢的小狮子 可能也会偷偷的 躲在角落里哭 以后不用假装坚强哦 大家都会陪着你的 去接纳你的每一个部分 在我眼里你是个很完美的偶像 会很认真的对待舞台 有足够的野心 也有不断进步的能力 我也会时常感叹 当有秒的粉丝真的很幸福 每天都吃得很好 我的粉丝也经常跟我说 他经常被你帅兔 帅兔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当你的粉丝很幸福 然后 就 可能 每次你呈现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 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棒 而且每一年都比去年更好 然后 没有啦 就是 嗯 我懂 一切静在不言中 嗯 我懂 然后 然后就是呢 就是以后可能 笑什么笑 别笑成语子 没有啦 他真讨厌 就是 就是 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 我 哎呀 其实那天晚上我们 那天晚上我们 那天我们在 没有 然后就是 就是 嗯 可能我 这是我 嗯 嗯 嗯 但没关系 以后我会花钱来看你公演 对 以后那个位置 对 以后 以后 以后我就在那儿 然后非常期待你 明年 生日公演的精彩表现啊 明年回来看 不需要买票 坐那儿 我可能 明年可能我在那儿切镜呢 哈哈 哥 有危机感不哥 哥 很凉啊 对 然后 点头了 对 就想你越来越好 然后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 不要有任何顾虑 嗯 大家都会好好爱着你的 嗯 谢谢 嗯 不苦不苦不苦 哎 怎么说呢 其实 哎呀 可以说 随便吧 世界爆炸 哈哈 没什么 没有就是 哎呀 挺感慨的 嗯 因为倩姐是 可以就是参加我最后一场 生日公演 然后 她那天 她那天 彩排完之后 她就是她看了我所有的节目 然后她再跟我说 她说 真的很棒 你要 就是 她说 她说真的很棒 然后你要相信自己 你所有节目都很好 然后 就还夸说 有没有粉丝吃真好 哈哈 哈哈 对 然后就说 说着说着 然后就开始那个 情绪不太对了 然后就 想起来 就是她参加我的最后一个 生日公演了 好 好 好 你们今天让我哭多少回 就说 没事真的 明年我一定坐在那 好 明年生日公演的约定 嗯 好 明年会来看公演 会来看的 好 说好了啊 好 明年生公有她一份啊 OK 然后 也希望我姐可以 未来可以越来越好 可以真的开开心心的 无忧无虑的 嗯 就是世界爆炸吧 你开心就好 你懂我 嗯 好 不哭了 不哭了 好 好 好 呀 怎么 怎么还 怎么还害羞呢 没有 没有 刚刚我们演节目时候 她害羞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已经害羞 害羞完了 嗨 有秒 距离第一次给你写信 才过去短短半年 唉 我就又要给你写第二封了 其实我这么 这么不请 不是 因为就是我真的很不知道 这封信你到底该怎么写好 就是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重合说 这半年我们似乎有变得更亲密 更要好 但为什么是似乎呢 其实好像也不是似乎 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你对我的好 我每次来上海 你都要好好地陪着我 陪我吃饭 陪我练舞 陪我来上海所有我要忙的事情 怕我孤单 知道我受恐 所以不想让我一个人 嗯 我确实是一个很敏感 没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总会问你 我重要吗 我是你的好朋友吗 我在你心里排第击 每当我这么问的时候 你就总不说话 就只是看着我 然后探口去说 唉 我的行为不能感觉到吗 不要老是听口 听些口头上的 要看行动 可我确实就是一个 喜欢听甜言蜜语 画言巧语的人 可能也比较 花言巧语 对 然后可能也比较贪心吧 就是行动和语言都想要 嗯 好 而且 喜欢听花言巧语的小姑娘 而且我有点分不清了 就是 因为你很好 你对身边所有人都好 好的 我觉得说 嗯 那对我的好呢 也只是例行公事的好吗 我也只是这样子 跟大家一样吗 所以我就才会去跟你生气 明知道你不喜欢冷战 却还要去冷战 去靠一些讨厌的方式 来挑起你的情绪 来去让自己更加真实地感受到 自己在你这里是重要的 因为好像只有用这样的方式 才能证明我的不一样 我的特殊性 好吧 在这一点上 确实 你可能又要觉得我很幼稚 觉得我很无语无奈 唉 你说 如果我们不是通过这家拍档认识的 就好了 就会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和束缚 会更加自由 关系也许会更好 但我觉得 如果不是这家拍档 我不知道我还要等上多久 才能鼓起勇气和你成为朋友 在成功加上联系方式之后 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跟你每天聊天 说些有的没的 唉 通过什么渠道认识 让我们相遇真的重要吗 或许是重要的吧 但比起这个 我更加在意的是 我们相遇了 唉 不管了不管了 好多纠结 好多烦恼的事情 反正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 对吧 嗯 然后就希望你刚刚许下的愿望 都能实现 今年继续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 你也是 好 好 因为刚刚在信里已经提到了嘛 我就说 我那天 那天我们俩聊天 然后聊起来 说 如果俩不是通过这家拍档认识 就好了 因为 唉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和吗 生活吗 大家都懂 不用说太细 但是就是说 我比较喜欢一些单纯纯粹的东西 我不希望说一段关系 要通过一个活动去定义去证明 我反而 所以我跟他讲 我说 如果我们不是通过这个活动认识的 可能会 两个人相处可能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对吧 就聊起来 啊 好 知道了 然后 然后就是也很珍惜 可以认识你 然后平时也就是 见面的时候 不管见不见面的时候吧 也都挺照顾我的 对 然后就是 嗯 希望 今年你也可以 每一年都可以越来越好 好的好的 官方 就是这样子 每天就因为旧事情 在那里 冷战 我没有 我就跟你冷战过 几回 几回 两次 是两次吗 真的是两次 哇 那天跟别人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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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起来 然后他跟别人说 就是他跟别人的相处都是 比如说他很生气 然后别人来找他 然后他就说 你别人来烦我 我现在很生气 你让我自己待会儿 跟我就是 没有限和消息 哈哈哈 然后 我说你看 你在意我 你就让我一个人 就是不回我消息 巴拉巴巴巴巴的 对啊 我在等你主动来找我 你惹我生气 我还要主动去找你 真的是 反正就是 哎呀怎么说呢 呃 我觉得很正常 嗯 我觉得生活中 就是人的性格啊什么 各方面都是 就是要磨合嘛 嗯 就是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反正就是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比较 做的多说的少的人 有的时候可能嘴上不会表达 但是我会落实到行动上 嗯 然后也希望你这个喜欢听 欢迎乔宇的小姑娘 可以多多看一下实际行动 说了呀 说你很好 行吗 哈哈哈 然后就是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好 好的 希望你越来越好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多 谢谢 然后也 然后你也从北京到辽赶过来 去参加我的生日公演 很辛苦 嗯 嗯 不用歇 嗯 还开始享用 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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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你值得的 为了你值得的 好 好 然后我啊 哎呀 我现在有一种 松弛感十分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这场生日公演 就是松弛感超强 就是以往生日公演 我都会比如说在后台换衣服嘛 我特别慌张 我说姐姐快快快 帮我抢衣服 然后造型姐姐快快快夹头发 我今年最后面换完之后 我还拿着那个 手机在口袋房间跟他们聊天 我说今天好看吗 然后还在跟他们聊天 然后他们就说 哇你今年 松弛感绝了 然后斯大夫姐姐说 都已经不像 不像我了 我说确实 我觉得可能 嗯 人就是会成长吧 就是每一年都会比 呃 以前进步一点点吧 然后也希望自己的心态 可以比之前 就是更加稳重了 对 虽然有的人会说 你不能再稳重了 再稳重了 你又要出家了 然后 但是放心吧 不会出家的啊 我还要在这里干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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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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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我们意思 是我们意思 对 然后就是也很感谢今天 到场的大家 大家 谢谢大家 从 这个四面八方 甚至还有人 从国外回来 特意来赶 就是来看我的狗眼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谢谢 耶 然后也谢谢 屏幕前的大家 我知道你们一直在看着我 谢谢你们 我相信今天的弹幕议员 也应该很精彩 我会去一定看到 哦 谢谢你们 波波 耶 然后也谢谢今天帮我助演的 所有我的队友们 谢谢 耶 不客气 哈哈 谢谢空台老师 还有就是所有的staff 因为 大家也都能看到 我这场生日公演 有多么的好他们 真的是很费他们 不仅是成员也好 空台老师也好 后面staff姐姐也好 所有人 真的很费 我自己非常有自费 自知之明 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谢大家 真的很感谢大家 嗯 然后 怎么样 今天的生日公演满意吗 满意 有达到你们的预期吗 有 好 超预期 好 就是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然后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就像第一只兔子开场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的 未来很长 我也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然后 虽然我是偶像 但是我们也是朋友 然后 希望我们未来可以一直陪伴着彼此 然后一起往更好的 更好的远方冲吧 耶 谢谢 爱你们 爱你们 波波 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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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波波波 波波波波 谢谢 谢谢 娜娜娜 娜娜